毁瓜与护瓜 战国时期 魏楚交界处有一个盛产西瓜的小线 魏人张三 丁二等人种瓜勤劳 楚人李四等人种瓜懒惰 种西瓜嘞 我的西瓜大又甜啊 大又甜啊 赵哥好嗓子 这么早啊 丁二 你也不晚呐 彼此彼此 开工喽 滚死我了 又得给瓜浇水去 真麻烦 李四哥 来了 张三 你怎么总来得这么早 李四哥 这种西瓜 一定要勤浇水施肥 这么大的地 我不早起忙不完啊 我说 你们每天这么累干嘛 你看我多悠闲 你看我多悠闲 我的西瓜不也长得挺好的吗 有点困了 休息一会儿去 李四哥 你刚来就要休息 别找我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 喂人的西瓜越长越大 而楚人的西瓜却是一直发育不良 你们看我这西瓜长得怎么样啊 卖了这些西瓜 家里就可以新盖一座瓦房 我家的不比你差 除了盖房子 我还可以娶个老婆呢 这是谁干的 我的瓜呦 我一年到头 辛辛苦苦的劳作 全白费了 李四 你等着 飞砸了你的瓜不可 你们都有何事 老爷 你要为我们做主呀 我们的瓜全被楚人给砸了 别吵了 张三 你来说 老爷 那楚人看我们的西瓜收成好 怀恨在先 把乡亲们的瓜都给砸了 那你们想怎么办 砸了他们的瓜 不行 不行 要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不因为人家砸了你们的瓜 你们就要去砸人家的瓜 那该怎么办 难道忍了 如今之际也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你们替楚国人浇水 不过千万不要让楚国人知道 退一步海阔天空 渐渐的 楚人的西瓜也长得又大又甜 楚人很是疑惑不解 很快 楚人发现是为人替他们浇水 羞愧之余 楚人也变得勤快起来 边境村民也渐渐轻如一家 种的西瓜都是又大又甜 不久 楚王得知此事 特意向魏王表示娇好 从此 楚魏两国开始 勇好起来 有时候啊 不要采取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态度 去激化矛盾 而要宽宏大量 以德抱怨 这样反而会促使矛盾缓解 使坏事变成好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